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虚编幅国际大学提供的MOK课程 本门MOK课程是面向于Ninux的初学者 今天最要讲解的两个内容是Sudo和ACL 大家可以从屏幕上看到我的联系方式 如果大家在学习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大家可以和我联系 共同解决难题 好,刚刚我们也说过今天两个主题是Sudo和ACL 通过今天我们这两个主题的学习 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在Linux的系统中 对于权限的控制和委托是怎么进行的 第一个主题Sudo Sudo就是思维持优责度的缩写 从字面意思上可以看出来 思维持优责度就是换一个用户做这件事情 我们也知道在Linux的系统中 权限等级划分是非常明确的 有些用户具有入的权限 而大部分普通用户不具有入的权限 而实际情况中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用户 我们需要用普通用户执行一些需要入的权限的命令 但是普通用户不具有入的权限 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了Sudo 简单介绍一下Sudo 通过Sudo我们能把某些超级权限 有针对性的下放 并且不需要普通用户知道root的密码 所以我们对Sudo也可以下一个定义 就是受限制的Sudo Sudo我们上期视频也提到过 就是Switcher user的意思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Sudo的工作原理 我们看到左边这个坐在沙发上的人 我们给他定义为小A 右面的这个站着的人 我们可以定义其为操作系统 另一个操作系统 A对操作系统说帮我做一个三明治 然后操作系统说不行 你没有权限 你自己做吧 然后这个A说Sudo帮我做一个分能制 然后这个操作系统说 好好好我帮你做 上下上下这两个面领的区别 就是加了一个Sudo 加了Sudo之后 这个小A就可以临时以root权限的身份 来命令这个操作系统 但是执行完B之后 它还是原来的用户 并不具有root权限了 接下来介绍一下 关于使用Sudo这个命令的内容 然后我们要知道 关于Sudo 它的配置文件在etc Sudo的里面 里面存储着一些 可以使用Sudo或者获得root权限的用户 存储是用户兴趣 只有存储在这个配置文件里的用户 才可以使用Sudo这个命令 然后我们要注意 对于这个文件 只有root权 root用户才可以杠杆 而且不可以直接写入 必须使用这个VSudo这个命令 写入 写入时我们一定要注意语法的对错 有兴趣大家可以去查一查VSudo这个命令 就是如何写入可使用Sudo的用户信息 屏幕上是Sudo的语法 非常简单 就是Sudo加选项加命令 以下是几种常见的选项 -h-u加user-l 分别作用是显示版本和帮助 切换到某个用户执行该命令 还有显示当前用户权限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大家自己在网上查一查 试一试 我们关于这个Sudo这个命令 我们最常使用的格式就是Sudo加命令 主要执行的命令 那我就可以使骆驼系统以root权限执行这条命令 但是是有前提的 就是执行使用Sudo这个命令的用户是在这个Sudo配置文件中挂名的 Sudo这种方式为Linux普通用户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提高了Linux的安全性 接下来就是关于ACL的讲解 ACL就是Access Controless缩写 中文翻译防控制列表 对于这个介绍 我用一个比较具体的实例来介绍一下 我们有两个用户 一个是Briget 一个是Jorn 这个Jorn想访问这个Briget的一个文件 对于这个文件 Briget具有的是读写读写的权限 而Jorn不具有任何权限 那么如何让Jorn可以访问这个文件呢 我们该如何给Jorn读加权限 我们可能想到三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给文件的Other类别 添加一个读写的权限 那么这个Jorn也会归为这个Other 然后具有了读写的权限 第二是将Jorn加入到这个Briget的这个组里 然后这个Jorn也会有个读写的权限 第三种就是设置这个Sudo 使Jorn能够以Briget的身份对文件进行操作 我简单说一下这三种方法的弊端 第一种方法 问题在于所有的Other类别的用户都可以对这个文件进行读写 是非常不安全的 第二种的问题就是Jorn被赋予了过多的权限 他加入了这个Briget的组 他可以对Briget的其他的文件进行读写修改等等的 第三种做法 虽然可以达到指限量召用户一个人拥有对这个文件的读写权限 但是需要这个对Sudo就是那个配置文件进行严格的控制 当文件数量和用户过多的时候 这种方法就非常的不灵活了 第二 Access Control List正是用来解决此类问题的 关于ACL 在Linux中并非是默认开启的 我们必须得自己安装这个package并且挂载激活 关于安装 我们就用这个apt-get install这个名领 安装ACL和IBL IBSL这个package 关于挂载 就是用评刷显示这个名领 mont这个名领 挂载到你的文件系统中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关于ACL的一些命令了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关于ACL的名领语法 关于ACL我们主要介绍的命令只有两个 就是setfacl和getfacl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setfacl 它的语法就是像屏幕上显示这样 这个setfacl加选项 再加上这个目录 目录或者文件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常用选项 像这个-m加u 再加上用户名 再加上这个mode 这个mode代表什么呢 就是这个我们常常看到的这个那个三个字母 rwx代表的全线含义 就是这个mode -m加j加上用户名 再加上mode 就是添加用户的ACL列表 -r我们以前都介绍过就是地规的意思 就是比如说在我们设置门禁家的时候 设置目录的时候 他的目录下的子目录或者文件都会具有相同的效应 -b就是删除所有的ACL -b就是用于关于目录的设置 关于目录设置的一个选项 下面说一说这个getfacl的作用 getfacl的作用 一般就是获取一些ACL列表的信息 他的语法如上 就是和setfacl非常相似的 以下是几个常用的选项 首先第一个-a -a 就是展示一下这个 ACL这个文件的ACL列表 这个没有默认的ACL 这个不用展示默认的ACL -d就是只展示默认的ACL列表 -r就是地规展示 这也不多解释 接下来我会用实例来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两个面颜的深层次的含义 使用这个getfacl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遇到这个mask这个命令代码 我们不太清楚 我们可能会不太清楚这个含义 简单介绍一下 通过这个图 大家可能可以非常明了的看出来 这个mask的作用 这个mask就是协助 协助管理这个用户权限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图啊 只有当mask和用户权限都具有的时候 才具有有效的权限 这个图就是 就是说 用户具有读写权限 mask 具有的是read和运行的权限 读和运行的权限 所以说 这两个权限综合对比一下 只有这个read两个都具有 所以说这个有效权限就是 读 好我们继续讲解我们这个sr的实力 我们输入setfacl-n 再加上 某些选项和这个文件目录吧 这个-n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n作用就是 不需要重新计算有效权限 嗯 setfacl 会默认重新计算acl的mask 这个mask 嗯 除非这个mask被明确标定 -n -n 我们输入-n 就是不需要重新重新计算这个mask 所以这个mask是以前设置的 然后综合 我们输入这个test3这个用户和这个mask 我们发现只有这个读的权限是共有的 所以说它的有效权限就是读 只有读 然后如果我们不输入这个-n 我们刚刚删除了这个 重新删除了这个权限 如果我们不输入这个杠恩 我们再尝试一下 不输入这个杠恩 我们这个mask就会被重新计算 被重新计算 然后综合这个mask和用户和 用户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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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 我们可以发现它俩权限是完全符合的 所以说这个test3 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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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right 全部权限 既可以读又可以写又可以运行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来对 嗯 一些其他的文件目录设置 sol 任何方便使用 而且具有非常高的安全性 嗯 那接下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两个主题是SUTO和ACL,通过这两个主题,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在Ninux操作系统中 对于全线的配置控制和委托是如何进行的,我们也会学到好几种的 为以致用户附加全线的这么一个 方法 今天作业是我们刚刚举到一个实例,就是breget具有一个文件,它具有读合写的权限 而现在有一个另一个用户,Jong,想希望对这个文件也具有读合写的权限 那么我们该如何设置,我们一定要用设置ACL的方法来设置这个权限 大家有兴趣一定要做一做,关于答案我会发到Suping4Moc网站的Moc网站上 下一章,我们只有一个主题就是proxies 进程,关于进程的一部分内容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